我們要做這個海報 第一個先解決字的問題 這個字的部分呢 其實我已經有先幫各位下載好了 在這邊 你把我們那個檔案打開 有那個叫做夢想的地點書法字 有看到嗎 有喔 那個資料夾裡面有 在這個夢想的地點 我還有幫你轉檔 我是怕我做太多了 但是我想先準備一下 這樣對各位來說比較方便 好 你找到它 但是重點是你以後做海報 你應該不會跟我一樣是夢想的起點吧 還是你是夢想的終點 不能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要告訴你要去哪裡找 這個還是剛剛那個裡面的 你找第一個 所以為什麼擺在第一個就是在這裡 你把開我們的第一個 教材裡面的第一個 解類 有沒有一個叫全智庫 找到全智庫 全智庫呢 其實它提供的 主要的目的是 像我們的什麼 那個護證機關啊 你們同學有沒有很多人 會有遇到那個 是特殊字的 有對不對 有些甚至打不出來的有沒有 那怎麼辦 你總不能叫他身份證明打不出來 那這個也要怎麼叫 所以呢 他全智庫這個網站 其實他主要功能是提供這些喊用字 有一個什麼 共通的基礎 所以他走到那還是可以用得到 好那 但是呢 我們要用的 並不是這裡 而是什麼 他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他有提供地帶書法名價 的罰鐵 他有提供罰鐵 所以呢 你在做海報設計的時候呢 就可以利用這些罰鐵 來怎麼樣 設計到裡面來 這樣應該比較方便 對不對你就不用找字型嘛 那他提供的格式呢 有PNG 有EPS 跟WMF 那EPS各位 應該用到機會比較少 比較少一點 這個是跟印刷比較有關係 向量檔 那PNG我們剛解釋過了 對不對 來我問一下 WMF 你有沒有用過 你覺得WMF 你有沒有用過 你們都這麼健忘 這你絕對會用過 真的真的 我不騙你 騙你的話 我就不能站在這裡了 因為你們office裡面 你們有沒有用過一個東西叫做美工圖庫 有對不對 裡面美工圖庫裡面有沒有很多都是向量的 放大縮小不實現 各位 那個格式就是WMF或EMF 因為這兩個是微軟標準的 Windows標準的 向量格式 所以你真的有用過 所以這個格式如果你要直接用 你就拖到 假設你有微軟office 你就可以直接丟進去就可以用了 放大縮小不實現 這樣了解 那我們就 真的來進到這個全字庫看一下吧 好 那 這裡有提到 就是這個網站 你只要做所謂的 寫明聲要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要告訴人家 這個字是來自哪裡就好了 因為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重置可以散布可以公開傳輸公開傳播 有沒有公開上去公開也出頭可以 你可以編輯跟修改 有沒有都允許你做 這些都它允許 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盡量把那個版權 授權 交代清楚 好 那我們就找到這個全字庫 全字庫 全字庫 你點進去 可以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它有舊版本 也有新版本 那你進這個新版本的就好了 你就直接在這邊 在上面右上角那裡 找你要查的字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如果要找中興大學的中 或者找新好的中 比較多的 我找新 OK 那你打完之後我就按查詢 查詢一下 按下Ander就好了 不會吧 我用這個快速查詢 OKOK 在下面打 中興的新 OK 開始搜尋 有找到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一開始它告訴你 你電腦裡面的 字體 還有 這個網站 它也有提供 台體跟送體 也是免費的字體 也是免費字體 但是這不是我們要看的 請你往下走 請你往下走 我們要看的是在最下面這裡 各位 有聽過說文解字吧 許勝 在右手邊 有沒有 有寫書法的同學們就知道 山西南法蓮 有沒有 這些你都會找 那我可以先選全部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裡面呢 我把連說文解字一起找出來好了 好我們看 有沒有那麼多人寫過心這個字 有看到了對不對 那麼多人寫心有沒有 你就看哪一個你喜歡啊 找書法名家出來 幫我們說文解字一下 好 那假設我要這個 九 這個叫做什麼 九花鐵 把它點一下 OK 你看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講的 那三個格式 PNG EPS WMF 這樣了解了喔 而且我跟各位講 WMF 你如果丟到你的office裡面 自動去背 它不需要做去背的動作 它本身就是透明的 那它這邊的PNG反而是要去背的 它有帶一個白色的背景 帶一個白色的背景 這樣各位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把它下載下來 如果我要這個就下載 那 下載這個之後呢 我們 Phototab沒辦法直接使用 怎麼辦 所以我提供各位一個轉檔的功能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我提供一個轉檔的 線上服務 這邊 因為 反正影響格式很多嘛 你要轉來轉去 只要你找到適當的 你就可以轉 因為這個雲端服務蠻多的 我只是找一個 效果比較好的 效果比較好的 這樣就可以轉出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再從這邊去轉就OK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所以我們就解決那個字體的問題 那這邊我都已經幫各位先準備好了 所以等一下呢 你可以直接拿來用就好了 這樣OK 好